據當地居民李華介紹 12月2號 香唐文化新村每戶門口都被貼上 勒令一週內搬走的告示 隔天 大批公安、保安、鎮政府工作人員等近村 鋪天蓋地盯上條幅 上面寫著掃黑除惡、社會安康 堅決打擊暴力抗法等標語 中共政府把這些居民和拆遷戶 當成了掃黑除惡的對象 大批鎮政府官員與保安每天挨家挨戶騷擾 搶走家中的煤氣罐 怕他們點燃煤氣罐同歸於盡 之前很多業主聯名簽署遺囑 表示與房屋共存亡 一名退役軍人憤怒的質問騷擾者 房產證不是共產黨發給我們的嗎 說不承認就不承認 你們政府發了錯 把這個條子給我拆了 是不是要拆住嗎 我為黨國做我貢獻 我明白一切 但是我允許有我憤怒的情緒 是你們政府發了錯 坑了我老百姓的錢 現在刮出 目前大批警察及黑保安進駐村裡巡邏恐嚇 阻擋民眾自由進出 盤查淨村人員 並準備強拆3800多壯別墅 當地村民透露 很多業主已被迫搬離 香唐文化新村是1995年前後 由當地政府招商引資開發建設的項目 入住的有藝術家 退役軍人等 近日維權的業主都被警方帶走 其中一名郭女士是著名師任郭小川之女 清唐人記者熊斌 洛亞 黃於寧臺坊報導